一年 以你奔为神 你的心事 直到完蛋 一天 继续 一天 继续 你再来一天 继续 一天 继续 一二三 继续 一天 继续 是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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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二首歌 我们唱到不贵一点 这个歌比较年轻 圣经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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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圣经的歌 圣经的歌 永远 我们一起 圣经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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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 我感谢你 耶稜 圣经的歌 我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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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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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经的歌 第一章 生命中 圣经的歌 我感谢 主 主要 帮助我们 我们当中 一系列 祢的歌 感恩 神的歌 神说 整整个 我们所做 生活 当我们 感恩 通常 还有 你感恩 感恩 神经的歌 神的话语说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 感恩的心也更增长 所以我们的信心 这样子在神的根基上建造下去 信心更加的稳固起来的时候 一个人就会被感恩所充满 虽然一个人还没有进入到 那个根基里面去 他不感恩的 他会觉得这个也不顺 那个也不顺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我想到感恩节 我们那天都很忙着吃 中午吃一顿 下午三点钟又吃一顿 晚上又赶到别人家里去 再吃一顿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想到感恩节当天 我们通常是忙着吃 但是那天我们多少时间 有赛透档来感谢神 说神啊我真的感谢你 可能我们会祷告一下子 但是祷告 基本上就几分钟的时间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 有多少的时候 我们活在那种感恩的太多 那种生活的方式当中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感恩呢 我想到了很多的理由 感恩因为神给我们生命 神他每一天保住我们继续活着 还有呢 上帝拯救了我们 十篇十三篇五节说 还有我们的神是一位良善的神 我们的神不是一位邪恶的神 我们的神不是一位像我们说 你今天给我这个 你明天给我那个 不是 上帝是那位良善的神 而且更美好的是 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 当你有问题出现 有拦走出现 有疾病出现的时候 你可以祷告 你可以不断的祷告 把祷告交给神 然后上帝回应我们的祷告 你不知道那个路 该怎么走的时候 神就告诉我们 那条路该怎么走 你应该怎么样的生活下去 而且我们要感恩的是 这位神 他不断的饶恕我们 我们每一天都有不好的心思 我们每一天都会做不好的事情 我们里面常常会恨人 我们的口头上常常有谎言 神饶恕我们 所以我们必须要感恩 把感谢带到上帝的面前 因为他如此的爱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神他的爱是无限量的发出来 没有说哪一天 上帝的爱好像就 停止了 上帝就没有爱可以给了 神的爱是无限的 给出来 给出来 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们分享 三种神 他最喜欢的方式 当我去查考圣经的时候 有十几种神 格外讲到的神说 你要这样的感恩 你要这样的敬拜 但是有三种的方式 我发现 是神尤其希望我们去做的 所以第一种的 感恩的方式是什么呢 向神歌唱 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歌唱的神 所以他想要我们去歌唱 所以弟兄姐妹们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的神是会唱歌的 他会唱歌 唱起歌来唱 关于我们的事情 唱我们 唱他对我们的爱 对我们的喜乐 在西班牙书 三章十七节说 耶和华你的神 是事情拯救 大有能力的主 他在你中间 必因你欢心喜乐 莫然爱你 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所以上帝 当神看到我们的时候 他会 他会开始喜乐 他开始有欢心 然后欢心到一个地步 神他自己会开始唱歌 所以神有一天会自己开始唱起歌来 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地上 我们从来没有人听过说 上帝唱歌了 我们听到小鸟在那里唱歌 但是有一天 到天上去的时候 上帝会开口唱起来 上帝 那个歌 那个诗歌就会唱起来 我想那个声音 那个诗歌是最最美丽 动听的诗歌 那个动听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的音乐 有时候我们觉得流行音乐 也蛮好听的教会的诗歌 那当然就更好听 当然这些诗歌 跟神的诗歌比起来 都是破碎的 因为这些诗歌是由破碎的人写的 所以这些诗歌都是不完美 但是神说 有一天 他会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上帝会欢呼起来 上帝会唱歌这样子唱起来 所以你们姐妹们 可不可慕 有一天 神唱歌给我们听 有没有听过 母亲给孩子 让我想着母亲给孩子唱歌 那些小baby 有时候很吵很闹 该睡觉的时候还不睡觉 那么妈妈怎么做 给baby 轻轻拍拍她 然后轻轻地哼歌给baby 听上帝那种爱就是这样子 上帝的爱就是当他爱我们的时候 那种的温柔 那种的呵护 他会倾倒在我们身上 所以神在宇宙当中 他创造声音 创造声音的同时 他要创造音乐 所以音乐为什么在宇宙万物当中存在呢 神造的 神造的音乐 他自己可以享受 他自己也享受在当中 因为上帝会唱诗歌 然后我们也在当中 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所以上帝如果爱诗歌 我们是爱诗歌的 我们是爱音乐的 所以人爱音乐 这是我们的天性 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因为被 被音乐细胞充满的 有着音乐本质的神 那当我们被神造起来之后 我们也喜欢音乐 神喜欢音乐 我们就喜欢音乐 所以神希望我们用诗歌来表达对上帝的感谢 在诗篇 147篇 7节说 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 用情向我们的神歌颂 所以你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唱歌 这节经文就是 这节经文说 要用感谢向耶和华歌唱 用情向我们的神歌颂 所以当我们的钢琴 我们的提琴这样子 弹奏起来的时候 我们向神表示感谢 当你的声音发出来的时候 我们向神表示感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这样子 一个congregation 一个会众来到一起 而不是在网络上面 每一个人对着电脑 手机在那里敬拜 因为当你在家里面 独自敬拜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你就错过了这个歌唱 错过了这个用情向神歌颂 因为我们独自一个人在家里 灵性可以打开 神说 我们要来到耶和华的会当中 向耶和华歌唱 用情向我们的神歌颂 所以弟兄姐妹们 独自一个人在家里 有一些人今天 我相信还是想一个人 独自在家里 他错过了太多 向上帝感谢的机会 因为你歌唱的时候 就是向上帝感谢 那个唱的时候 有些人觉得 有一些人觉得 弟兄姐妹 大家有没有意识到 你一个人的时候 那个声音可能有时候发不出来 然后当大家一起走到 一起来唱歌的时候 你的声音自然而然的就发出来 很多的人 他一个人唱诗歌的时候 那个声音都抓不准 但是跟大家一起来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开口来歌唱神 来向神感谢 所以在各罗西书 三章十六节说 但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奔奔复复的存在心里 用诗章 诵词 灵歌 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 心被恩感歌颂神 所以神喜欢的一个感恩的方式 就是我们唱歌 神喜欢的我们表达 向他感谢的方式 用我们的声音发出来 向神表示感谢 所以诗歌是可以回应神的爱的 诗歌可以让我们表达 向上帝的感谢 而且神把这个声音给我们 把这个独特的声音给我们 神想要听到我们 这个独特的声音发出来 向他表示感谢 向他表示赞美 所以我就想到 我们当中有习惯性的诗道者 你每一次诗道进来的时候 basically就是 我要开始讲道了 大家敬拜已经完了 你觉得敬拜那段时间是 其他人都随便唱唱诗歌 其他人随便站起来 站起来坐下 It's sort of meaningless 但是我要告诉你 诗歌敬拜是向神表达 我们的感谢 诗歌敬拜的时候 你的灵可以被神感动 可以被神打开 所以每一次 你错过那个敬拜的时间 你错过向神表示感谢的时间 所以神使用我们 用我们的赞美 用我们的诗歌来歌颂神 所以第二种 第一种方式 神喜欢我们向神歌唱 唱出来 第二种方式呢 感恩的方式 向神献上我们的礼物 向神献上我们的奉献 诗篇 五十四篇六节说 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 叶和华 我要称颂你的名 这名本为美好 所以前面的是 献上的赞美的诗歌 歌声是看不见的 这里呢 他说甘心祭 是一种的gift 感恩的礼物 献给上帝 所以上帝是 喜悦礼物的 四百年前 有一群的基督徒 因为受到宗教信仰的逼迫 他们离开欧洲 陆续的乘坐船只 要搬到北美洲来 要建立一个 宗教信仰自由的领地 所以那些人四百年前 他们从欧洲陆续的过来 横跨那个海洋 不是横跨一个贝 是横跨一个海洋 陆陆续续的搬到北美洲来 然后那些人叫什么 那些人叫做信仰的 叫朝圣者 然后当他们来到这里之后 他们发现 北美洲这块土地 是这么的肥沃 这么的美好 这么的安静 他们可以自由的敬拜 然后他们还活下来了 所以在感恩节当天 那一般从欧洲来的那些移民 就跟在这里当地长大的 土生土长的 美洲的当地人一起 他们就过第一个感恩节 所以那个感恩节 就是那个历史的开始 一百五十年后 美国的第一任总统 George Washington 他就参议国会 把感恩节定为 第一个国家的法定的节日 要全整个国家来 庆祝Dance Giving 可以想象吗 听众姐妹 美国总统 说我们要向上帝表示感谢 我们要整个国家 来向神表示感谢 如果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 另外一个时间 专门的把我们的心奉献给神 我想美国会经历多大的改变 所以大家可以到电脑上去搜一搜 看看George Washington 他怎样的写出来那个文章说 我们要向上帝表示感谢 有一天的时间定下来 让全美国的人 纪念神的爱 向神表示感谢 所以四百年前 那一般的宗教的朝圣者 宗教信仰的朝圣者 来追求他们的信仰 要自由的敬拜 自由的可以爱神 自由的可以practice their religions 然后一百五十年之后 在这个国家 感恩节定为法定的节日 开始纪念上帝的美好 但是你知道吗 在三千多年前 在以色列的国家当中 上帝说 你们要定一个节日 你们要定一个节日 来感恩 来celebrate 那个节日呢 叫做七七节 叫收藏节 神告诉他们说 你们要有这个感恩的心态 要有感恩的生活方式 神告诉他们说 你就通过这样特殊的方式 提醒你自己 你从神那里领受来多少 所以那个事情 发生在今天之前的 三千多年 在生命记 十六章十节说 你要照耶和华 你神所赐你的福 手里拿着甘心记 现在耶和华 你的神面前 守七七节 the feast of weeks 你和你儿女扑弊 并住在你城里的立位人 以及在你中间寄居的 与孤儿寡妇 都要在耶和华你神 所选择立为 他名的居所 在耶和华你的神 面前欢乐 所以当上帝的百姓 每当我们开始感恩的时候 人的心就开始快乐 当你的心在那里 抑郁的时候 当然抑郁的人 怎么可能快乐 所以当人 人里面开始 感恩的心发出来的时候 喜乐就充满 所以神希望我们活在那种 感恩的生活方式当中 因为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享受喜乐 那样子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子生活的时候 那些的忧虑 那些的烦恼 那些的重当 那些的痛苦 不必要的麻烦 就会远离我们 所以在那个起初的 感恩节当中 神告诉他们怎么说呢 手里拿着甘心记 你要有一个sacrifice 你要有个记物 这样子拿过来 奉献给神 所以教会的儿女们 就一直就遵守这个教导 一直常常的 把奉献拿来给神 把时间 把精力 这些都是礼物 拿来给神 而且我发现 我们的教会 也是很注重感恩节的 我们的教会 也是很注重感恩的 在诗篇 116篇 十七节说 我要以感谢为继 献给你 又要求告 耶和华的名 所以第一种的方式 弟兄姊妹们 唱诗歌 感谢神 你在家里 唱诗歌 来到教会当中 一起唱诗歌 归感谢给神 第二种方式呢 献上礼物和记物 献上你的时间 献上你的精力 献上金钱的礼物 给上帝 当我们把这些东西 给神的时候 圣经说 有大量的应许 跟在后面 当你把一点点 给神的时候 圣说 我就把很多很多 很多东西给你 真言说怎么讲呢 三章九节 你要以财物 和一切出俗的土产 尊荣耶和华 这样 你的仓房 必充满有余 你的酒砸 有心酒盈意 神说 当你把财物 出俗的土产 给神去尊荣 他的时候 神要祝福你 神要大大的尝荣 所以我们的上帝 是一位慷慨的神 神不是一位 只拿子 拿子收进去 不是 神一再地 把那些东西 再一次地 用来祝福给我们 所以耶稣基督 他就把这句话 解释开来 耶稣基督怎么解释呢 耶稣基督说 你们要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身斗 连摇带岸 上间下流的 倒在你们怀里 因为你们用什么 良气量给人 也不用什么 良气量给你们 所以上帝 渴望我们 跟他有回应 上帝渴望我们 当他祝福我们了之后 我们又把 当献上的礼物 献上给他 所以想想看 上帝 要上间下流的 祝福我们的时候 我们那个杯子 会有多满 所以神会 常常会把 当我们献上 时间 精力 财务 去尊荣神的时候 神常常会把 更多东西给我们 比如说那些 星期天早上 说太忙的人 一个小时 十五分钟 我们的聚会 是一个小时 十五分钟 他们没有来聚会 他们说太忙了 他们会不会 因为那一个 一个小时 十五分钟 没有来教会 而时间更多地 多起来 我发现好像没有 对不对 从我这七年多时间 在这个教会里面 做牧师的经历 basically 不来聚会的人 烦恼反而更多一点 忧愁反而更多一点 通常这样的 弟兄姐妹 一段时间 没有来聚会的时候 我接到电话 通常都是坏消息 弟兄姐妹 真的是这样子 我就说 你为什么不来聚会呢 你这么忙啊 他们说 对不起很忙 怎么样怎么样 all the excuses 所有的借口 一个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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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们 当你不把时间 把心 把精力 把财务用来 当给的耶和华 当给他的时候 问题就来了 所以我想 怎么样去证明 神的存在 你常常 我们心里面 常常有时候有疑惑 有试探进来 上帝到底 我这些东西 给出去的时候 是不是就丢失了 我把时间奉献给神的时候 会不会徒劳了 什么是最好的 证明上帝存在的方式 奉献 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说 万君之耶和华说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仓库 使我家有粮 以此试试 我是否为你们打开 敞开天上的窗户 倾服于你们 甚至无措可容 上帝这里亲自说了 你就试一试 其他的地方都告诉我们 不要试探神 不要试 但是在奉献这件事情上 在奉献东西给神 当然这些东西也肯定包括 经历时间无形的东西 当我们把这些东西 神说 当你 当你感觉到 不可靠 不稳固 你不敢完全相信神的时候 你试一试看 你用十分之一奉献的方式 你去试探神 当然我想要强调的是 在新约里面 神所自重的是 感心乐意的奉献 可能有些人多过十分之一 可能有些人少过十分之一 基本上你所要的 你甘心累的献上多少 是你所喜悦的 是你所喜乐的奉献给神的 所以第一种的方式 神想要我们 唱诗歌 感谢神 第二种方式呢 很特殊的 神想要我们向神献上礼物 神是希望我们献上礼物 第三种呢 感恩的方式 圣餐 今天如果你坐在我们当中 你已经受洗了 你已经 你已经向世界宣告了 你已经Baptize了 感恩的方式 领受圣餐 如果一个已经受洗 归入主名下的基督徒 常常不领圣餐 你没有守住那个感恩的方式 因为圣经在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二十三节就说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拿起饼来 注谢了 就剥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得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耶稣在这个背景里面 他两次说 你们要这么做 你们要这么做 那么领圣餐做什么 纪念耶稣 当我们去纪念耶稣的时候 拿起这个饼 拿起这个杯的时候 提醒我们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 定时在十字架上 所以上帝用这种 很特殊的圣餐的方式 做一个提醒我们 记忆的渠道 要不然我们 受了洗之后 如果没有领受圣餐呢 可能就忘记了 可能就忘记了 自己是一个归入主名下的基督徒 根本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但是圣餐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工具 上帝要使用 帮助我们意识到 你的身份跟世界不一样 你的身份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那个饼 那个杯 那个领受圣餐的过程 那个纪念耶稣基督 遭受苦难 遭受痛苦 他所付出的那个代价 我们去纪念他 向神表示感谢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 他就继续讲说 饭后 也再要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是表明足的死 只等到他来 所以 无论何人 不按理吃足的饼 喝足的杯 就是干饭足的身 足的血了 所以他说呢 领圣餐的时候 你提醒 你自己 我们提醒整个教会 提醒我们自己 这一群人 耶稣没有 死在坟墓当中 耶稣有一天 会再来 他会再来到我们当中 把我们一同的 接到天上去 所以之前 每一次我 念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常常就 看到这里 几个字说 不按理吃主的饼 不按理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我发现当我们 不去按理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的时候 其中也包括我们 没有真正怀着 感恩的心去纪念 当你里面 没有怀着感恩的心 去纪念耶稣 定十字架的时候 你就是在拒绝 十字架的大能 因为领圣餐的过程当中 需要我们完全的懂 就好像你受洗的时候 你先要上过一些的课 你不能糊里糊涂就受洗 有一些人是 糊里糊涂就受洗的 当然我们希望大部分的人 你先弄清楚 你为什么要受洗 当然你要信耶稣 二呢 你才信耶稣的宝血 洗净你的罪 第三呢 你要宣告你接下来的生活方式 要过得不一样 所以当我们过按理去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的时候 我想到的是 当你没有心生感恩 你没有融入到那个纪念 那个感恩当中 没有把耶稣摆在我们面前 没有把我们的罪向主倒空 这是主不喜悦的 我之前也跟姐妹们提到过了 不按理去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还有哪些的方式 比如说你觉得你每个月 其他周不要来 领生餐的那周来 就觉得是按理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弟兄姐妹们 不是 因为你只是那一周 你觉得来到会中 其他的时间呢 你觉得自己跟教会是没有关系的 你完全是没有按理 领受主的饼和杯 当然很多的教会会这么做的 你如果平时都不来聚会 就来领圣餐的时候才领圣餐 他们会提醒你 不要领圣餐 但是我不想把这个规定 硬性加在我们教会当中 有些人会生气的 他觉得这一周 我就是要来领圣餐 弟兄姐妹们 神想要我们里面 是怀着很敬畏的心 领受圣餐 还有这几周 我想趁着这个机会 提醒弟兄姐妹们 我这几周 这几个月发现 有时候弟兄姐妹 领圣餐的过程当中 他怎么样 你看着我 老杯子来了 老拨开呢 手机一手 弟兄姐妹们 我恳请大家 在领受圣餐的时候 手机放下来 不要两手 一手拿着手机 然后一手又拿着圣餐 饼和杯 千万不要这么做 我在台上看来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不圣洁 你一手拿着手机 一手拿着杯 然后当你去 把那个盖子撕开的时候 你那个手机 又这样子跟杯 这样子碰到 还有呢 我想提醒大家 不要为身边的弟兄姐妹拿杯 拿饼和杯 你不要好像别人没有看到 你就好心把这个杯就 递过去给他 你就让那个人 从执事的盘子当中 领受饼和杯 所以弟兄姐妹们 不按理次主的饼和杯 有很多很多的功课 是我们学习的 但是在这个心里面 我们所怀的感恩的心 感谢耶稣为我们 钉在十字架上 感谢耶稣为我们的罪 祂是无罪的 祂本来就是无罪的 祂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 是我们应该死在 最后过犯当中的 但是祂为我们的罪 定死在十字架上 那么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 祂就提醒我们 你们原来的身份是什么样子 你们原来是什么样子 祂说你们从前在过犯 和未受割离的肉体当中 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 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又涂抹了在律例上 所写攻击我们 有爱我们的字句 把它撤去 撤去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面对这样的大爱 当我们来领圣餐的时候 我们要怀着怎样的心呢 敬畏的心 惧怕的心 跟神说神 这是你的饼和杯 我要心怀感恩 心怀纪念 所以上帝所喜悦的三种 最unique的方式 想要我们去感谢祂 歌唱 献上我们的礼物 领受圣餐 你如果可以不错过那次圣餐的弟兄姐妹 一定不要错过领圣餐 因为领圣餐的机会是非常非常独特的场合 让我们去纪念祂 让我们去回应上帝的爱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当十一月份开始 当我们每一个topic都讲到 感恩 感恩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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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心是不是 全然的归给神 求神帮助我们 我请 敬拜团队继续上来 带领我们唱回应的诗歌 让我们在回应当中 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安静我们的心灵 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领受圣餐 如果弟兄姐妹们今天听到了神的呼召 有听到神叫你开靠大声的赞美 那我们就不要阻挡圣灵 让你里面的灵 大声开口 同一起赞美 拿起灵 主耶稣被拜的那一夜 拿起点来 住现了 就掰开地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得 你们应当如此行 我也是纪念我 饭后 也照样拿起碑来的说 这杯需要我的血 锁定的心愿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了是寂寥的 每逢喝的时候 每逢喝的时候 每逢遍我 满起这病 我记念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当我来起这病 我记念你亲爱耶稣 是加上你还回我生命 是我回到天父面前 每当我拿起这杯 我感谢你 我的耶稣 你好学 洗进我的嘴 是我永远你最可留 谢谢你为我死在十甲上 我随提生命的一万圈 我感恩 我敬拜的一致的自由 我感恩 我敬拜的一致的自由 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典 谢谢你 我感恩 我敬拜的一致的自由 都因你那救赎的一致的自由 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典 我感恩 我敬拜的一致的自由 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典 好 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一二三 开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恩 由同情于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定于十字架 受死埋葬 站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而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圣主相偷 我信罪得圣灵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主啊我们又一次来到圣餐桌面前 来到饼和杯面前 主赐给我们纪念的心 让我们此刻思想耶稣的大爱 思想祂在科西玛迪园里面 整夜的 彻夜的挣扎 祷告 汗如雪地 主要让我们 思想耶稣经过耶路撒冷的街道 在当日被人唾弃 被人嘲笑 遭受羞辱 遭受鞭打 最终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保血流出 洗尽我们的罪 主要让我们思想我们本来都是不配的人 我们是何等的污秽 何等的肮脏 我们无法靠着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 但是你的爱手伸出 将我们拉近 你差遣圣灵进入到我们里面 赐给我们圣洁的形象 主啊我们又一次 我们心生感恩 面对这样的救恩 我们心生敬畏 因为罪人悔改 可以归向你 可以跟永生的上帝建立关系 主啊帮助我们 让我们领受饼和杯的时候 主 用你的保血再一次来洗尽我们 主啊我们要在你面前 先自己省察自己 我们要先把自己分别为圣 主啊求你自己再一次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领受饼和杯的时候 我们里面有清洁的心 主啊你里面有正直的灵 在我们的里面 好像我们所领受的是 从神来的那份公义 而不是吃喝我们自己的罪 主 帮助我们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赐福饼和杯 让我们所领受的是你所喜悦的 让我们所领受的 领受了之后 让我们的身体 灵性更加的强健 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家庭 更加的爱主 更加的蒙福 耶稣帮助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弟兄姊妹们请坐 在饼和杯领到你之前 我要请弟兄姊妹们继续在座位上面 低头闭目默默地祷告 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姊妹 请不要领受饼和杯 淼淼 UT 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PIANO CONTIN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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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動拿到餅咖啡之後 我們先把上一支吃開 然後把下一支吃開 請我們把上一支手進去 我們把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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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奉献的时间 请试试到前面来 请请给我们做一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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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请大家请我们唱三颜顾 祝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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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音乐